中文字幕 李宗盛 慢性腎臟病在年紀大的貓也比較常見 一般慢性來說 我們都會以貓貓病了兩個月以上 這樣才算是慢性 慢性腎臟病比較不同 它不會有一個特別的原因 很多時候都是因為年紀大了 可能是衰退 所以會令到它有慢性腎臟病 當然喝多點水 可能會令它比較少機會有慢性腎臟病 但其實因為它的原因我們現在都不知道 我們都會建議主人定期帶貓貓去做身體檢查 因為及早發現它腎臟有問題 可以及早開始治療 這樣就可以延長它的壽命 越早發現它是有腎臟病 其實就越早去到維持腎臟的健康 包括食物方面 食物方面 就是控制它食物中的鹽份 鱗和蛋白質 要選擇一些優質的蛋白質 以及控制它的量 這樣可以對神會好些 這樣 無情城Mocity 一站式寵物資訊平台 尤其全港各區獸醫診所 寵物店和美容店的名單 還可以找到養得寵物的樓盤 記得上無情城Mocity啦 在這裡 我們會有很多不同的財產 我們會有很多財產 但是我們會有很多財產 的財產 我們會有很多財產 我們會有很多財產 提供的財產 感谢观看